田不知耻 唐代怪人尼方最后书卷当蜡烛 幽兔笑谈成语篇第240集 田不知耻原作田然不耻 唐逢制作的云仙杂技杂仔古今意识 书中记载一个叫做尼方的人 他的个性不受拘束又特别古怪 平常喜欢喝酒 喝了酒后行为常疯疯癫癫 怪力怪气并做一些怪异的举动 一点也不觉得可耻 有一天他喝完酒后 把毛诗这本书卷的卷再沾上油当作蜡烛 他点着这个蜡烛 拿着它到外面游荡一夜 后来田不知耻这句成语 就从这里演变而出 用来只有过错却安然不以为耻 点圆 糖缝制云仙杂技 卷巴毛诗卷染油带竹 尼方饮后必有狂怪 田然不齿 或以毛诗卷染油带竹最由撤下 注解 一 狂怪 疯狂怪异的行为 二 田然 安然自得的样子 田 阴田 三 毛诗 金本诗经为毛亨传著 故又称毛诗 诗经在汉代有 旗 鲁 寒 毛四家之血 独存 毛诗 流传至今 四 彻晓 整个晚上到天亮 用法说明 一 他做出那些丑事后 竟然还恬不知耻地倒出张扬 二 人一旦利欲熏心 道德良知被蒙蔽 就会渐渐变得恬不知耻 失去人格 三 做出这种人身共愤的事 你竟然还恬不知耻 难道就真的没有一点良知吗 四 这个人竟然剽窃别人尚未发表的作品 还大言不惨地反无别人抄袭 真是恬不知耻 五 这个嫌犯真是恬不知耻 明明做了坏事 反而将过错推到被害人身上 实在不可理喻 恬不知耻 只有过错却安然不以为耻 恭喜 今天你又学会了一句成语 听成语故事 其古人智慧 悠兔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 欢迎订呢 太诸葦子 来观赏 订阅 感谢观看